在雲端這個函數練習裡面的尋找與參照 最後一個畫面在這裡 所以如果Rose掉的話請各位參考 不過前提是你要把 這個對照表先做好 後面的部分就12345 最後做完之後 旁邊有個什麼 按鈕 因為你如果說你以後要省時間的話 做一遍之後 以後呢就踩這個按鈕 或者再做一個什麼清除 有沒有 清除按下去先清掉 那下一次資料如果update的話 你再按個計算 不就每次 就只要按個按鈕 事情就解決 不然每一次你還要再去 下這些公式 最後才做得出來 那其實也很花時間的 而且你下一次再做的話你還要想一下 這公式到底是怎麼下才對 所以最好是 旁邊加個按鈕 計算 清除 重新再按一下 就有新的 甚至那你可以再結合什麼印表機 按下去如果你直接要印出去 要給 其他人看 那你就直接 就按列印 直接就印出去了 不是很快樂 聯繫電的事情嗎 那你的工作按一個按鈕 就可以解決了 OK 這個部分的話是我們剛剛的綜合練習二 接下來 我們再繼續來看下一個階段的 題目 那下個階段題目就在這裡 裡面的話會有一個就是銷貨單 銷貨單打開來的話就是這個範圍 我們大概 講一下 後面可以學到什麼 第一個 訂單的自動化 自動取得今天 當然你可以用now或者用today都可以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我們可以當使用者 選的是哪一種鍵 普通鍵 最速鍵 或者是什麼極鍵之類的 他會自動產生到貨日期 然後再下一個是 下拉選單 客戶的話他有什麼的 名稱 電話 地址 你不用 全部打 你可以這邊下拉選單 拉下來之後 自動產生 然後呢 商品名稱也是一樣 拉一個商品編號 自動產生序號 品名 規格 跟單價 選數量之後有沒有 自動代出小計 自動代出總額 做完畢之後按個訂購 資料幫你存起來 自動再產生一個單號 下一個單號 這樣的話不就是等於一個資料庫的流程 也就把資料庫概念 套用在哪裡呢 套用在israel裡面 這個部分的話 那怎麼做啦 這邊相關的做法 都有在這裡 我看一下我有一個已經做好的demo給各位看一下 這邊的一個題目 這邊我之前有做了一個 完成的檔案 這個是 我們是銷貨單的 給各位看一下 類似像這樣子 他會有個警告 啟用一下 比如說我今天 特別是說 這個地方 我們等一下 自己建立一個 銷貨名系的一個 工作表 把這個銷貨名系 工作表當成資料庫來用 也就是說 將來我希望 我按下訂購之後有沒有 我會自動產生一個單號 那單號的部分 不是自己手key 因為單號可能會key錯 那我希望把相關的訊息 記錄在這裡 那我該怎麼辦呢 這個地方有個銷貨名系 銷貨單 銷貨單怎麼填呢 比如說今天有個客戶打電話來 他就自動 我就下拉選貸 填 找到他 相關資料就帶過來了 然後他要買什麼東西呢 他要買什麼編號 他跟你講一下什麼編號 你會發現 序號自動產生 品名規格自動出現 數量呢 最多只有10個 如果只有10個的話 那我就 他買幾個 我就拉 選 好了有沒有 自動小計 自動在總額 那我如果這個單已經 成立了 我可以按個訂購 那我希望怎麼樣呢 可以把我要的訊息 記錄下 比如上面這些相關訊息 幫我記錄到銷貨名系之後 再把它清空嘛 對不對 因為已經 這個單已經close 那我close之後呢 可以把單號 再加1 有沒有單號數量 7就變8 不是自己key 不然下一次又key錯 就不連續了 所以按下訂購之後的話 他可以幫我完成這些事情 我按下去 這個已經寫好了 等下會跟各位講怎麼做 有沒有發現 全部 有沒有 close掉之後 單號 變成8 如果你在填 比如說 這邊剛剛漏掉 就是交貨日期 假設他是極限的話 兩天對不對 如果是普通鍵的話 是5天 5天的話應該是 哪一天呢 5天的話你會發現 應該是 再加 5天的話 這個是 好 5天的話應該是 應該是哪一天 普通鍵是5天 所以應該是6月8號對不對 可是你會想說 奇怪 為什麼是6月10號呢 因為 之前有同學 有問說 老師不對啊 你如果 加5天 如果剛好那一天 休假的話怎麼辦 對不對 還有國定加是怎麼辦 你應該要避開嘛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地方我有做了一個 我不用那個喔 不是說直接加幾天喔 而是用另外函數 前面有交過的 就是會避開6日的 在日期與時間函數裡面 那我們就可以 再把它抓出正確 然後 也是一樣 訂購 訂購 有沒有 然後數量多少 也是一樣 做好之後有沒有 按訂購 又一個單 有沒有 那這數量是 他自己幫你加進來的 OK你可以看一下 消貨明細裡面放什麼 這兩筆 是剛剛新增的 所以基本上 這個動作 以前是必須要在 可能另外 額外要寫一個什麼 前端的程式 幫你出這些事 但是現在不用了 前端 其實就是利用Excel的 這部分當界面 後端就是用資料庫 其實就Excel的 當成資料庫 所以全部都在Excel 就可以處理掉了 這種方式的話 比較適合 就是一般人 他的 資料量需求不大 然後 簡單就OK了 不過說真的 他也可以處理蠻多的 因為Excel 到目前為止 最多可以處理 最多可以存 到2007以後可以存 100多萬筆 1048576 所以基本上 你這個消耗明細 可以一直放 放100多萬筆 我想應該夠了 OK 所以請各位等一下 先開啟 消耗端的範例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怎麼樣 逐步的 讓這個 訂購的畫面 自動化 最後呢 把資料 存在消耗明細 自動產生 一個單號 OK 這裡的話 我想等一下再來 看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我先把那個 整個流程 先跟各位講一下 等一下逐步來看一下 銷貨單 與 這個把Excel當資料庫 處理的一些 相關的流程 呢 好 謝謝大家